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人体的故事》 副标题是进化健康与疾病 你肯定有过长支持的经历 那个过程真的是相当痛苦 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长支持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 再比如说我们边喝水边讲话的时候 很容易被噎着或者呛到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小问题 却可以牵出人体进化的大问题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 就能够为你解答这些疑问 本书作者丹尼尔利伯曼 他是美国著名的人类进化学家 哈佛大学人类进化生物学教授 虽然作者也关注几百万年以来 人类的进化问题 但是他更关心的是 当人体的进化跟不上 生活环境的改变的时候 引发的大量与进化相关的疾病问题 在这本书里面 他就从进化的角度 为我们分析了这些进化疾病 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并且为这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提供了新的思路 由于这本书独特的视角 这本书从出版以后 就受到业界和社会大众的广泛好评 被评为亚马逊最佳科普图书 清华大学教授鲁白评价这本书 说是继枪炮病菌与钢铁和人类减食以后 又一本值得阅读的有关人类进化的书 好 下面我就用三个问题为你讲解这本书的内容 第一个问题 人类的身体结构是怎么样进化到现在的模样的 第二个问题 人类遭遇了哪些进化疾病 第三个问题 人类应该怎么样做 才能够远离疾病保持健康 我们先来讲第一个问题 在由圆到人的转变过程中 人类的身体结构是怎么样 一步一步进化到今天这个模样的呢 虽然人是由圆进化而来的 但是不管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圆 还是几百万年以前人类的祖先类人缘 他们的身体特点和现代人类 还是有明显差异的 比如说 他们皮肤幽黑 浑身长毛 还很善于攀爬 再比如说 他们的脑袋也没有人类大 没有复杂的语言 所以这也就难怪 在两百年以前 达尔文刚刚发表进化论的时候 说人类是由圆进化而来的 大多数人都不相信 其实由圆到人 人类的身体经历了 五次重大的变化 而环境的改变 是推动进化最主要的原因 你比如说 从六百万年以前 到大约一万年以前的 旧石器时代的晚期 人类的身体 已经基本进化到 现代人的模样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讲一讲 人类身体经历了 哪五次重要进化 第一次是由直立行走 引发的一系列身体变化 考古发现 最早向人类方向进化的 是六百万年以前的 扎德沙赫人 图根源人 和卡达巴蒂源 因为他们开始了直立行走 有人可能会问了 那为什么他们要进化到直立行走呢 四条腿不是更利于行动吗 其实用两条腿走路 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而是因为生存环境的改变 根据推测 大约在六百万年以前 地球进入了小冰期 环境忽然变冷 许多地方的冰川 都有明显的扩展 这就导致了森林面积不断萎缩 林中的果实也大量减少 那靠果实为生的累人员们 只能在不同的树林之间穿行 来寻找食物 两条腿行走 正是为了适应长距离迁徙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研究表明 靠四条腿走路的黑猩猩 每天最多只能走两到三公里 人类呢 消耗同样多的能量 却可以行走八到十二公里 而且两条腿走路 它也解放了前肢 方便摘树上的果实 所以直立行走 是由圆进化到人的第一步 可能你还是会有疑惑 能直立行走就算是进步了嘛 而且又不是只有人 才会直立行走 那你像霸王龙 袋鼠 他们也是用两条腿走路的 而且很多宠物狗啊兔子啊 偶尔也会抬起前肢走两步 但是啊 人类和这些动物不一样的是 人类能平稳 有节奏的跨步行走 而且不用靠尾巴来保持身体平衡 这是因为人类为了适应直立行走 逐渐进化出了相应的身体结构 你比如说 人类进化出了长长的腿 足弓 发达的膝管节和踝管节 而且还有能够稳定身体的 复杂的髋管节等等 再比如说 和圆类的反C型的脊柱不同 人类进化出了S型的脊柱 这些结构 不但能给身体减压 还能让身体在行走的时候 更稳定 而且更轻松更省力 虽然直立行走可以提高行动效率 但是由于当时的生存环境 实在是太恶劣了 人类的祖先 还是摘不到足够多的植物果实 总是饿肚子 因此 他们又不得不去寻找新的食物 比如说 植物的茎和叶 甚至要刨第三尺 吃一些植物的地下根茎 像土豆和姜这些 都是人类的祖先常吃的食物 但是植物的根茎叶纤维比较粗 不如果实那么好咀嚼 因此 他们口腔里面的咀嚼肌和牙齿 也开始慢慢进化 变得越来越发达 这就是人类身体的第二次重大进化 随着咀嚼肌和牙齿的变化 他们的脸也相应的越变越大了 你比如下颌骨变得更加粗壮宽大 这样才能容纳更多硕大的牙齿和发达的肌肉 现在有很多女孩子都抱怨 说自己脸太大了 其实我们祖先的脸更大 南方古猿的脸 更是大到了人类进化史上的巅峰 如果要形象的形容南方古猿的脸型 那就得用T型脸 不过后来 随着早期人类学会了用火烹煮食物 食物不再难以咀嚼了 人类的脸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面 才一点一点的缩小 成了现在的样子 早期人类的主要食物是植物的果实和根茎叶 肉吃得非常少 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们捡起了被森林大火烧熟的动物肉来吃 就发现 这种食物不仅美味 而且还能补充大量的能量 让他们长时间不会感到饥饿 于是他们就开始学会了狩猎捕食其他动物 那这个时候 他们的身体也因此发生了第三次重大变化 进化出了长距离的奔跑能力 身体的结构也相应地得到了进化 人类祖先最早的狩猎和现在的打猎 还是存在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的 他们没有马可以骑 也没有刀枪这样像样的捕猎工具 狩猎的时候呢 往往是一群人拿着木棍在奔跑的动物后面狂追 猎物都是被泪晕的才被捉住的 那你可能会觉得 这种狩猎方式让人难以置信 但是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前面也讲到了 两条腿走路普遍要比四条腿更节能 所以我们的祖先才能够用追着跑的方式 捕捉到猎物 只不过这种长距离奔跑的能力 也是在长期的进化中 逐渐获得并加强的 为了适应长距离的奔跑 这一时期 人的踝关节 膝关节和髋关节 也进一步得到进化 另外人类还进化出了 遍布全身的汗线 发达的臀大肌和半规管 以及独特的向刃带 我们先从汗线说起 人类有数以百万计的汗线 遍布全身 能够随时随地的大量排汗 汗液蒸发的时候呢 可以帮助身体散热 这样的话 早期的人类才能够靠不停地奔跑来狩猎 到今天 人类可以连续奔跑40多公里 完成马拉松比赛 这就是其他动物很难做到的 就连我们通常认为很能跑的马 在长距离运动时 很多时候也只是在快走或者慢跑 与此同时 我们的身体还进化出了 与众不同的臀大肌 臀大肌是人体最大的一块肌肉 臀部左右各一块 人走路的时候几乎不发力 但是一旦跑起来 吞大肌就像小马达一样 推动着我们的身体 而半规管和向刃带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 在飞速运动中保持稳定 半规管在人的内耳当中 它是人体重要的平衡器官 而人类独有的向刃带 那就可以更好地固定脖子和头部 让头部能够保持稳定 不会因为奔跑中的剧烈震荡 让大脑受损 那既然说到了大脑 就不得不提人类身体的第四次重要进化 在这次进化中 人类的大脑日益发达 脑容量显著增加 人类也变得更聪明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 让人脑加速进化的呢 答案可能有点出乎意料 居然还是因为饮食的改变 每一种动物 包括人类 都有维持生命所需要的最低能量 那么称它为基础代谢 研究表明 在人类的基础代谢当中 消耗最大的器官就是肠道和大脑 随着早期人类食物的改变 然后再加上他们学会了烹煮食物 让肠道长度逐渐缩短 功能逐渐退化 这样就节省出了大量的能量 来进化大脑 到了旧世纪时代晚期 人类的大脑已经从最初的 400多立方厘米 增长到了1350立方厘米 增加了三倍多 人类的大脑虽然不是生物界里面最大的 比如说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 它的大脑大概就有人的六倍重 但是人的平均脑重和平均体重之比 却是一般动物的三倍甚至更多 大脑即使不运作 也需要消耗人体的大量能量 比如说婴儿安静的时候 大脑耗能占到整个身体耗能的60% 成人也要占到20%到30% 那为了攻击耗能如此之大的大脑 人类也进化出了相应的功能 那就是储存大量的皮下脂肪 婴儿时期 人类的体脂率高达25% 成年人基本上也要在10%以上 远远要大于黑猩猩这些人类的近亲 很多朋友会讨厌身上的肥肉 但是这些皮下脂肪 正是我们幼年时 大脑发育的重要能量来源 虽然人类的脑容量增加了 人类也变得更聪明了 但是光靠聪明还不足以让人类征服世界 比如说 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智人 他们曾经也有过很多亲戚 比如尼安德特人 丹尼索瓦人等等 这些亲戚的大脑比智人的更大 可能比智人还要聪明 但是他们最终却都被智人所灭 究其原因 是因为智人在大脑进化以后 紧接着又发生了第五次重大的进化 这次他们进化出了复杂的语言 智人通过语言交流 形成了共同的文化 让合作不再困难 最终团结起来征服了整个世界 作者认为 智人之所以可以说复杂的语言 从生理结构上讲 是因为他们进化出了特殊的声道结构 动物的声道 一般有口腔里面舌头上方的横向声道 以及舌头后方 喉部的垂直声道 这两部分组成的 这两部分的声道 共同作用发出声音 一般的动物包括早期的人类祖先 横向声道都比较长 垂直声道非常短 因此他们能够发出的声音都比较简单 比如什么嗷嗷的声音 而智人的声道在进化的时候 横向声道逐渐变短 垂直声道逐渐拉长 最终进化成完美的一比一的比例 这种声道结构 可以让智人清晰地发出各种原因 而原因是人类发音的基础 人类此后发展出的所有复杂语言 都是由少数几个单元音进化而来的 复杂的语言能力 让智人和智人之间充分的交流变成可能 从而建立起互信和合作 并发展出共同的文化 成为它们征服世界的强大武器 好 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第一个问题 从语言到人的进化过程中 人类的身体逐渐进化出了 适合直立行走的身体结构 能够咀嚼各种食物的强大的牙齿和咀嚼肌 适合奔跑的汉线 发达的臀大肌 半规管 以及独特的向刃带 除此之外 人类还进化出了强大的大脑 以及能够进行复杂语言交流的声道结构 经过以上五次重大的身体进化 人类的祖先已经进化出了现代人的模样 人类的祖先继续